随着气温逐渐降低 不少人会选在这个季节来泡汤 为了提供安全卫生泡汤环境 台北市卫生局特别进行温泉水值抽验 今年不合格率4.6% 比去年同期6.63%明显下降 每次抽验的结果就是每一家可能情况不一样 那只要是它超过任何一项 或是两项都超过都视为不合格 不合格的比率是有下降 那表示我们的业者在我们的辅导之下 都能够做好他们的自主管理 主要检验项目包括大肠杆菌每100ml含量 应低于6CFU 总菌落数每1ml持水量应低于500CFU 标准相当严格 业者生怕抽验不合格 多数都会每个月自行检测 以确保爆汤品质 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自主的检验 请这个季节水公司来继续做检验 那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做一次 放水跟清磁的动作 每天的早晚也都会在做清协的工作 所以这个对于卫生来说 应该是都没有问题的 卫生局强调 根据营业卫生管理自治条例 温泉业者第一次抽验不合格 将被开罚2000元 但不会公布业者名单 除非附检又不合格 才会对外公布资料 凯博大台北说的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道